哈喽大家好,我是Bakakaway 今天呢,我要讲一下这个 没错,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甘菊妹妹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产品不陌生 因为无论你是在Facebook还是在WeChat 你都会看到这个产品 对吧? 特别是女生 为什么我要买呢? 就是因为 我要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然后就顺便当减肥咯 这一个影片不是广告 而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 那里面呢,它就是这样子 一包一包了 那从明天开始呢 我就会开始这个挑战 就是吃足七天 在这甘菊妹妹每天吃两天 你们看 我可以说到什么程度去吧 甘菊妹妹七天挑战 Go 挑战第一天 好,里面是这样子 一定要 不过我刚刚聊的体重 我吃50kg 今天是挑战第三天 然后 等一下我要去吃 我跟Phil 吃了甘菊妹妹超过一个小时 才有吃到东西 那我不懂对这个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哈啰大家好,我是微卡卡威 所以感觉每七天挑战 就已经完成啦 耶 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 在我的手臂 我的大腿和腰圆 呢,是没有减少的 以体重计来看 我是有减少了1kg的 alright 我也不能保证 是不是有什么0 error的问题 等下我问我男朋友啊 他是这样就说了一点点 之前就我听说 吃了过后的几个小时 就会很顺畅的就开店出来 我本身是没有 这个一个这样子的效果啦 本 会每天早上 就不用喝很多水 就可以有打出来 这个是真的 基本上来讲我不可以 说是一个挑战 就只能说是一个尝试 挑战完成过后呢 我会不会再去吃这个甘菊妹妹呢 我一定会看情况 打算吧 可能 现在还是会把它吃完 把 毕竟也已经买了 或者是在等我把那个1kg 养回来的时候呢 我才会继续吃 不知道 反正今天是第8天 我刚才已经吃了一粒 或者是我不会买来吃的 因为很贵 结论来讲 是觉得 甘菊妹妹是有效的 在这7天里面 我吃的份量是比平时还要多 可是我的体重还是减了 正常来讲 食料是一样啊 可是又加了一些零食在里面 可是我的体重 既然是比平时 还要再减少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以来都是维持在50至53之间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like and share出去啊 想要看我讲很多废话的话 就记得subscribe我咯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